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内心再虔诚 所积累的功德也是有限的 那么应该如何去做呢? 自古就说摆善效为先 孝顺父母及大善 也是作为子女的本分 如果一个人连孝顺父母都做不到的话 即使在给寺庙捐再多的香火钱 都是没用的 是绝对得不到佛菩萨的庇佑的 羔羊尚且有贵乳之恩 乌鸦也有反哺之意 如果作为最基本的孝道都做不到 一辈子不会走向正道 一般来说 试图较为顺利的人 都是从小就懂得孝顺父母的人 这样的人 从小开始就在一直承接父母 所给予的源源不断的能量 这种能量强大且持久 是一般人根本比不过的 我们看到 许多试图平坦且忠诚未明的围观人员 从外表上就有一股浩然正气 这是从小就一直接受并不断积累出的 百善孝为先 孝顺父母之人 也会被世间万物尽为尊 在仕途上 能够得到万物生灵的帮助 所以孝顺父母 也是增长观韵最快的方法 如果能够得到这股力量的帮助 当然不止事关韵 任何事业都会比一般人更成功 所以想要事业有成 请先从孝顺父母开始 有人可能会说 我现在穷得一无所有 拿什么去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并不单单要在金钱上 给予父母报答 更是要怀着敬畏之心去好好供养父母 即使现在一无所有 只要怀着赤子之心去供养父母 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 父母是赐予我们生命的人 连生命都能赐予的人 他们能够给予我们的 有时候能够超乎你的想象 只是上天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 用金钱孝敬父母 必然会收获更多的金钱 孝顺父母也是最快的增长财运的方法 若现在真的是身无分文 哪怕对父母只是细心的陪伴 也能够得到天地护佑 鬼神清静 遇难城墙 所以现在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 只要怀着虔诚恭敬的心 去孝顺父母 早晚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 但在这里要提醒一下 如果是呆有目的性的孝顺 只是想着以后会得到回报 到头来只会穷苦一生 家中有父母 何须远拜佛 如果父母都还健在 就请怀着感恩和敬畏的心 把父母当作佛菩萨来侍奉 而且孝顺父母所获得的福报 属于现世报 所收获的功德远超过去寺庙烧香百次 相较于来世报 现世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孝顺父母所收获的现世报 巨大且迅速 只要怀着一颗感恩和虔诚的心 去好好的侍奉父母 短时间内就可以带来不可思议的改变 侍奉供养父母一天 就能够消除近期可能会遇到的灾难 孝顺父母一个月 就能够消除几年内遇到的烦恼 孝顺父母一年 就能够消除三十年的戾气 常年孝顺父母 现世报能够让你把不顺的事情自动顺遂 缺少的东西及时赠予你 所以想转运的话 请先从孝顺父母开始 家中有父母 何须远拜佛 父母是活神 行孝胜烧香 懂得孝顺父母的人 一生即使没有太大的作为 最起码也会平平安安 但不懂得孝顺父母的人 本身就在不断地折损福报 即使有机会发横财 到最后也只可能是一败涂地 穷苦一生 最后 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怀着感恩之心 好好地孝顺父母 佛菩萨和天地万物 都会在无形之中说明你 让你万事顺利 平安幸福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 点赞